好,下面我们就首先把上次国庆节之前的题目给大家说一下 国庆节的题目主要是两个,第一个就是数数 第一个就是数数 大家做出来了没有 或者就没有时间去做是吧 不管是什么情况,结果是没有做出来了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数的分析分析 咱们先分析分析,然后休息一下再期待 这个数数呢 其实当你介绍一个跟算法相关的题目的时候 或者是一个功能模块的时候 你要分析数数 第一个就是数据 其实数据多的话是不是就是数据结构 你是不是通过数据结构要存报什么 数数咱们按是不是人来数数的 是不是就是保存人的 数据结构是保存多少个人 我可以十个人数数,是不是也可以一百个人数数 多少个人是保存到数据结构里的 第二个人是不是就是什么 是不是还说数数 那是不是就是算法了 对不对 任何一个题目是不是都可以分析这两步 是不是数据结构加算法 对不对,数据结构加算法 那你按照这个部分分析完之后呢 第一步呢是数据结构 第二步呢还是这个算法 因为你有什么样的数据结构 就有什么样的算法 有什么样的数据结构 就有什么样的算法 如果数据结构写的简单 那算法必然复杂 如果数据结构写的到位 算法必然就简单 为了让你体现数据结构 与算法相关的关系 我可以通过两套形式跟你去讲解 好,我用两套模式去讲解这个题目 讲解这个题目目的是小色 主要是让它比较数据结构与算法之间的关系 好,那现在我们看了第一种 第一种的实践模式 比如说,我们看第一种的实践 第一种的实践 第一种的实践 第一种实践我们调用什么结构加算法呢 我们调用数据 数据是不是最简单的数据结构 你数据结构什么事了 那你算法是不是必然复杂 对不对 这种的算法很复杂 很复杂 而且呢,我讲完之后 甚至有的可能还听不懂 听不懂的可能还不太少数 第二种的实践模式才有什么呢 我就感应数据结构了 感到什么呢 感到对裂 因为对裂是最符合我这个项目特点的 对裂是最符合我这个项目的 如果搞对裂加算法的话 我就可以保证这个算法 在做的每一位同学都能听懂 每一位同学都能听懂 也就是说我讲的第二种方式 我可以保证每一位同学都能听懂我的算法 结构不一定你能听懂 但是算法你一定能听懂 如果我调用数据去实践 这个算法呢就不一定了 不一定所有同学都能听懂了 咱们调用两种方式去做 首先第一种算法呢 第一种基本上数据结构你就不用考虑了 数据是不是谁都会用啊 数据谁都会用啊 所以数据结构这一步是不是就省略掉了 你把数据结构省略掉了 就意味着什么呢 你算法必然是很复杂的 那现在我先分享这个算法 这个算法呢也不太好想 也不太好想 为了给你讲清楚这个数据结构 与算法的关系呢 后来我专门对这个数据呢 去写了一个算法 很难想 好 我给你想一下我的数据啊 我给你想一下我的数据 这个确实很难想 我还是想了半天去想这个算法的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我有六个人是吧 A B C 这个超强了 好 这里那个C 诶 我没有错一下了 C 谁导致出现问题了 A B C D E F 什么六个人啊 六个人我是不是可以放到速度里啊 对不对 好 现在我们六个人是不是就 发听这个操作了 那现在我们的算法 就比较复杂了 六个人放到速度里面 再多的每一位都会 如果你不会 直接拖出去长了 你不用搞IT了 那现在我们看 这六个人 我们的原题是什么 是不是首先围形圈啊 现在几个人了 五个人 是不是六个人啊 咱们六个人是围形圈 是不是手拉手 是不是手拉手啊 然后呢 这就像在点A了吧 这就像在B了吧 是不是从A开始数啊 因为他第一个人嘛 他数一二三 数到三是不是退出这个圈 你这个退出之后 他俩是不是手拉手拉 对不对 好 这个人是不是数一啊 一二三 然后这个退出签 然后这个人 这个人是不是手拉手拉 大家能听懂吗 把这展的原题 那现在速度呢 它是直线形的 怎么准备圈的问题 这是第一个 大家要解决的问题 速度怎么解决 圈的问题呢 很简单 咱们都知道 下标可以一直往下加 下标 好 写个下标啊 我先说要我的算法啊 你先别管这个算法怎么去写 先听懂我的算法来说 在实际看法里面 算法比代码重要得多 你会算法的 代码其实就是对算法 是不是做一个翻译啊 你会实际上的语法 就可以把那个算法翻译 成实际上的语法 你会加码 就把那个算法翻译成 加码的语法了 是吧 数据结构就有什么了 加码版的 实际语言版的 实际上版是不是都有啊 因为数据结构是通用的 但是实践模式有很多的嘛 那下标的话 我们可以来个什么呢 比如说是零的下标 是吧 零的 这是一的 好 这是二的 然后呢 我们再推 这是三的 这是四的 好 这是五的 也就是这个下标 是零到五 那为了解决 圈的问题呢 我那下标 如果变成六了 我对它程度求疑 是不是又回到零了 是不是就可以解决 圈的问题了 这个圈的问题 是不是法解决了 圈的问题 就法解决了 那下一个问题要解决的三点 就是什么呢 圈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现在我们说过什么呢 如果史诺山是不是退出这个圈 在现实中这个数据是不是就没了 圈是不是越来越小 那大家都知道 数据的空间能散除掉吗 是不是不能散除掉 那既然不能散除掉 我是不是可以改下算法 改了什么算法呢 我说数据上给我堆下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你别退出圈了 我现在为了什么 最后堆下的那是谁 是不是题目完全是一样的 好 我说的堆下的意思就是 我要设置一个标记了 聪明的同学 马上就可以想到 这个算法应该怎么办 比如C是标退出圈了 我就把C变成什么呢 如果是制服的话 我变成零是不是也行啊 零是不是也是一个制服啊 我都变成零 是不是 我变成零之后呢 我在数数的时候我就看一下 如果这个位置上取的数据是零 我是不是就不用数了 是不是跳过去数数就行了 那也就是说 我现在的问题是不是 最后变成零啊 谁最后变成零 我是不是就 题目是不是就实现了 对不对 因为咱数据说 那你要考虑因素就这么多 好 那现在知道这些基本的要素之后呢 我就可以把这个算法给大家介绍介绍了 首先呢 我呢 下标数数 下标数数 下标 比如说我定一个下标 叫做小标啊 XB 好 下标数数呢 咱们下标是不是重新开始了 也就是我这个下标呢 既冲到数数的功能 还冲到什么功能啊 是不是冲到下标的功能啊 也就是开一个功能 完成两个事情啊 也就是 也就是下标 或者下标 来个什么呢 数数 也就是说 我这个变量起到两个作用啊 第一个起到下标的作用 第二个 是不是可以起到数数的作用 是不是 我一个变量干两点火 那我要保证一个变量干两点火 我要做一个操作了 现在我继续上下标和数数 下标是不是从零开始的 那既然从零开始 如果我到了数数的话 这个数的数应该是多少 数的数应该多少 是不是就是加一啊 因为第一个人是要数一啊 我下标是不是从零开始的 对不对 所以我下标加一是不是就是数的数 能听懂吗 这个没有问题吧 比如说我下标是零 我数的是一啊 我下标是三 我数的是四啊 好 这个问题可以解决了 这个问题可以解决了 那现在我们再来看啊 你第一次没有 第一次是不是都没有来对象 第一次没有来 假设我第二次 下标是不是一 也就是说 每数一次 这个指是不是都完成加加的托罗 是不是加加 好 加加完之后 是不是挪动了一位 好 挪动了一位 如果是第一次的话 都没有问题 关键是下一次 比如说五变成五了 五再加加是变成六 好 六对数的强度求鱼 烂死求鱼 是不是就是他实际的位置 对不对 是不是实际 比如说 我现在数到第六个人 第六个人的下标是五啊 好 数完之后 我是不是还要 下一次 是不是又开始数头了 他是不是还要加加 加加完之后 变成六了 六对强度求鱼 是不是又回到这个人了 好 这个人啊 我要走出判断 如果不是零 现在是不是 有的人是有可能 蹲下了 如果他不是零 我是不是就会开始数数加一啊 是不是啊 继续加一 然后数数判断就可以了 那假如如果是零的话 怎么办呢 也就是他数到数 永远是他的下标加一啊 是不是啊 数到数永远是下标加一 但是这是针对第一次的情况 那如果我又循环数了 是不是有可能已经蹲下了 那蹲下来 为了保证他切切度的 比如说像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是不是零啊 零的话 我是不是就不用再数数了 你是不是下标继续加加循环 是不是就行了 下标加加加 是不是找下一个人啊 但是这个人是不是还数了数 因为我数的数 是不是就是下标加一啊 是不是像说蹲下来也 报了一个数 那为了让他数的数真实 我应该再记录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干什么呢 记录 蹲下的人数的数 蹲下的人数的数 比如说我现在遇到零了 遇到零我是不是数一下 是不是数一啊 那现在我数到地的时候呢 是不是他多数了一个零啊 那我在减去这个蹲下来数的数 是不是就实际数数的数 我这个叫做蹲 假设我变量叫做蹲 那我实际数的数 是不是就这样的一个表达式 是不是就出来了 我实际数的数知道了 我又知道实际的位置了 我这个程序是不是就给循环下去了 明白了没有 这个算法能不能听懂啊 听不懂得举下手 听懂得举下手 算法是不是很普达 算法是很普达的 好 下节课呢 我就把那个算法给你实现实现 好 感谢您的货带